我们的镜头首先带您看的是在澳洲 这个地方它因为矿业发达 向来都被视为是一个排碳大国 如今为了要扭转形象 澳洲总理他抛出 明年就要开全球先例 要开征排碳税 我们的记者最近他到了雪梨 肖香仪他观察到 绿色概念其实已经非常的广泛 落实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包括有太阳能房屋 太阳能街灯 而雪梨更是喊出 到了2030年 还要把废水都变成再生能源 两千点雪梨申办奥运成功 而当时就建造这座奥运村 也奠定了绿色澳洲的根基 其实相当有名的 就在这座奥运村里面 有19座太阳能发光机组 每一座发光机组 其实都可以生产23瓦的电力 相当于澳洲人一天小家庭的用电量 而11年足足过去了 这些太阳能的发光技术 还是许多世界各国真相模仿的对象 把640公顷的大型垃圾厂 变成成环保公园 就是用这种再生能源和环保经验 在澳洲一路被推展 环保对澳洲人来说 就是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 街道上大多都可以看到环保设计 就连路灯都是用LED太阳能发光 还有街道上的停车收飞机 通通都是太阳能设计 太阳能运用无所不在 澳洲政府积极补助家庭装设太阳能系统 最高付出6200澳币 相当于台并18万 基本上每一户太阳能发电的房子 可以减少1.2吨的二氧化碳 房子里头电灯 暖气 还有热水 都是太阳能 澳洲的绿色住宅 当然不止于此 来到台湾华侨的家 就在房屋的正下方 我们弯下腰 走进向防空洞的地窖 沿着欢延的走道 这里竟然有雨水储水器 它会过滤 它是会过滤再打回去 说这里面都是雨水是不是 对 雨水 都是雨水 击下来的雨水 然后雨水击了以后 回收 对 然后咧 我们可以用 不够用的时候才会开始用到这边的水 每当下雨时 铺设在屋顶上的管道 会把雨水导入储水池 还有的家里有污水处理系统 直接就可以进化污水 用水用电 等于是自给自足 现在连大厦建筑物 也都朝着绿色目标迈进 像这一栋位在雪梨市中心的办公大楼 也例行节能减碳 除了基本的太阳的装置 就可以负担全栋大楼的发电之外 两层的隔热玻璃 大楼中空设计都是为了调节温度 甚至一天进化的污水 等于是奥运游泳池两个星期的量 重点是澳洲人对环保的目标还更远 雪梨城市的污水能源再生系统 已经快建构完成 2030年还要让雪梨电力发电 有30%取之于再生能源 再达10.5亿美金 兴建全球最大太阳能发电厂 创造100%自己供电 到时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在2030年还要降低到70% 甚至澳洲环保脚步走得更快 直接宣布要征排碳税 澳洲总理吉拉德宣布 将针对国内前500大二氧化碳排放者 美工顿碳征收23块澳币 相当于711块台币 想要彻底执行绿色澳洲 只是愿景很美 但实施起来恐怕并不容易 矿业塑胶业群起反弹 反对声浪大 近六成人民不赞成 因为民众的生活成本 提高约7% 想拧离世界先驱 看起来还是困难重重